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主人 人类是他的客人 被邀请进入这个充满机遇和丰盛的世界 我们蒙昭要把这场聚会延续下去 把他的美善传播开来 这个图景很美 可惜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并不是这样 相反 这个世界破败穷乏 充满紧张 毫不富足 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的 人们生活在异族的铁蹄之下 因为负债和贫穷 失去土地和家人 然而 他却说出这样的话 看看天上的飞鸟 它们不为自己储存食物 却吃得饱足 再看看凡圣美丽的野花 它们从不为自己的生存担忧 你们也应该这样生活 不过耶稣肯定也知道 事情不会一直平稳顺利 我觉得有时候人们真的很贫乏 耶稣也曾亲身经历过贫穷 他从旧约圣经的视角看世界 宣告说 人类的短缺问题 并不是因为资源匮乏 而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神不可靠 也许神对我有所隐瞒 也许供应不足 也许我需要自己解决问题 一旦我们被这种缺乏的想法所欺骗 我们就会试图证明 优先照顾自己 把自己的事放在第一位 这种冲动合情合理 这直接带来了嫉妒 愤怒 暴力 和一个似乎资源短缺的世界 宴会终止变成了一个战场 但是神想让人体验他的慷慨 于是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家族中的一个人 他应许赐给他们繁荣昌盛 这也是他想给所有人的 神会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 只要他们信任神的慷慨 通过他们 整个世界都能看到宴会的主人何等慷慨 可惜 事情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 一旦拥有富饶的土地 很快就忘记了那位赐给他们富裕生活的主人 他们表现得仿佛一切都属于他们自己 但即使这样仍嫌不够多 这导致了战争和以色列的自我毁灭 如果我是宴会的主人 我会直接放弃他们 但是神没有放弃 反而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他赐下了另一个礼物 另一个礼物 是的 但这个礼物有所不同 他给予的是他自己 哦 对了 借着耶稣主人亲自参与到这场被亡坏了的聚会中 你会发现 耶稣深信一切供应充足 而且这位慷慨大方的主人 值得信赖 他就是以这样的信念在世上生活 这种富足的心态 使他能过一种自我牺牲和慷慨大度的生活 甚至对他的敌人也能如此 耶稣呼召门徒像他一样信赖神的丰富供应 所以他才会说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 或者不要为生活忧虑 他邀请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这种方式建立在对神的良善与爱的信任之上 但是火的慷慨并不意味着生活就会一帆风顺 你看耶稣就知道了 他被朋友出卖遭受许多痛苦折磨 对此耶稣并不觉得奇怪 他知道人们会利用他的慷慨 事实上这也正是他的计划 真的吗 是真的 你想一想 耶稣知道我们被常常缺乏这个谎言骗得痛苦不堪 是的 这个谎言需要被戳穿 这正是耶稣将自己的生命当作礼物赐给我们时所做的事 耶稣的死是神慷慨之爱的终极表达 是的 神的爱能起死回生 把缺乏变成富足 正如使徒保罗所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耶稣呼召他的门徒 就像身在一场已经开喜的宴会中那样 去生活 是的 他把这称为神的国 而我们受邀参加这场宴会 则是另一个礼物 神的灵 心自灵在我们中间 他教导我们 信任宴会主人的慷慨 就像耶稣做的那样 是啊 一旦你相信一切都充足有余 你就能看见到处都有表达慷慨的机会 你可以用时间 金钱 和关爱他人来表达 没错 我们体验神全新创造的丰盛 乐意与人分享 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最慷慨的主人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